打開駕駛艙門 清一色都是女性飛官 三把婦女節 國防部特別釋出影片 向這些英雄致敬 捍衛領空的精神 而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際 兩岸關係也成為國際關注焦點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喊話 願意先接受軍事徵召令 而剛好碰上教招季 卻發生教招員 在女友陪同下報到 兩人黎晴依依 淚灑報導處 而這一幕讓國防部長 也很有印象 部長話是這麼說 但碰上最硬教招 不少教招員超崩潰 甚至有人不解 為何老是被抽中 要拿出下證據 我們沒有動過手腳 我負責來處理 但目前沒有 都是按照電腦的選擇 強調一切公平公正 但要上戰場 除了人員戰力 還需要火力支援 但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正考慮將承諾 提供給台灣的F16V戰機 轉送給波蘭 作為波蘭 將米格29戰機 交給烏克蘭使用 而這下原本我國的戰備 來台時間恐怕有變數 目前沒有接到正式訊息 我只知道 我們採購這個案子 從明年開始 到一百一十五年 有六十多架會交運 到目前都是按照正常進度來做 美國真能如其交貨嗎 就等時間見真章 但少了武器防衛 就怕我國戰備出現壓力 今天新聞夜庭靈命家採訪報導 我剛剛推出現了 現在人生的想法 在更多稍微 上請完結了 你這樣會幫我 叫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